封面新闻记者杨上志摄影新小松天津报道,在天津市的西郊外,作为自行车生产重镇的王庆驼,辩护零零的宣在这里,曾经的人声鼎沸和机器轰鸣已经秒无踪迹,只剩下空旷的街面和的一张张张人启示,王庆驼的自行车产件起步于1994年。 单车一辆大,价格低廉而著称,2016年下半年开始,共享单车火了,王庆驼也接到全国各地飞来的订单,本该逐步缩减的低端自行车产业仿佛被打了一针鸡血,重新换发生命力。 然而,随着共享单车这针鸡血的过去,王庆驼正人发现,寒冬的日子似乎比以前更冷。 继续探访,单车小镇已无共享订单,7月23日,周一,炼日的曝晒。 让王庆驼正街道几乎没有一个行人,共享单车,我们不做的。 接连询问多家开单车单车门店,答案都是如出一辙。 便寻这条街道后,仅有一个店面打着共享单车广告牌,店面旁,还打着库房出租的信息。 店员说,今年咱没有共享单车订单了,目前公司每月产能只有不到300辆,能够生产的,也只有一辆成色造型的单车。 从今年开始,我们就没有接到过共享单车的订单了,去年我们光这块就有几万辆的单辆。 陕西,杭州都在做,天津金明迪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王先生告诉封面新闻记者,自己工作的这家公司,是王庆驼正较大的自行车工厂之一。 即使这样,今年也再没有共享单车公司找上门了。 对于王先生而言,公司只是少了部分订单,而对于以共享单车为主的小厂而言,共享单车订单的驻降意味着毁灭。 此前有消息称,被称为单车小镇的天津王庆驼正,200多家商铺相继倒闭。 资料显示,王庆驼正民营自行车中小企业,也不够500余家,以前很多人就图共享单车订单稳定,操作方便。 将其他类的订单都丢掉了,现在没了共享单车订单,其他客户也被别人接了。 这些厂很难不倒闭,王先生回忆,去年以来,倒闭小厂他也不记得有多少了。 街边山地车门店孙老板说,前几年,一天能卖一两百辆车子,现在一天最少时,只能卖出一二辆自行车。 在王庆驼正主街区的背后,集中分布置自行车的生产车间,天津六有其科技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王女士,接受了机制采访。 去年他的厂一个夏天能坐一万台车,今年却只有两千台不到了,主要原因,还是受共享单车公司冲击,与公司有义务往来,的几个实体店客户全都倒闭了。 他并没有在去年的共享单车狂欢中去分一杯羹,去年七月,有几家共享单车找到我,当时都说他们为款拖鞋比较厉害,而且价格实在压得太低,利润做不出来。 小镇居民,价格再低,都能造成一辆单车王庆驼正生产的自行车,在天津本地市民的印象中,除了价格便宜,还要难以恭维的质量,40多岁的天津市民李先生回忆,在十多年前,王庆驼的自行车,甚至可以卖到50元一辆,而便宜的价格,通常带来则是不那么好的质量。 王庆驼的自行车就成,感觉没过火似的,用久而容易断,一般大家都喜欢到城北的自行车市场买,封面新闻记者查询王庆驼正官方网站了解道,王庆驼自行车产业起步于1994年,自行车产业是王庆驼正的支柱产业,占全正GDP的75%。 自行车,电动车年产量1300万辆,占全国年产量的气氛之一,可以说,王庆驼正是名副其实的自行车小镇,随着产业转型的倒逼,2014年天津当地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促进,我是自行车产业健康发展的时事意见,在其打造世界级自行车王国的蓝图中,既王庆驼正自行车产业园的发展,也明确叫响了质量口号。 然而,2016年开始掀起的共享单车潮,在带来原人不断的订单的同时,一定程度善意扰乱,让王庆驼正的转型的步伐,去交通部不完全统计。 一年间,全国共享单车投放量超过1600万辆,飞哥,富士达等大厂为保证20万种订单,便将如车架汉间,轮网安装,外包给王庆驼的小厂。 在王庆驼,本地几乎每户,都有人在坐自行车,三轮车支付五先生虽然没有从事自行车行业,但是妻子却在自行车场上班, 在爱知了记者月寻找在坐共享单车的公司后,他掏除,手机,打了三通电话后找到一家厂子,便搭着记者指本过去。 路途中,五先生谈起自行车的门路可谓头头是道,收购价格低不是问题啊,减少零件成本就可以了,比如一款自行车,对方指出350块钱,但是成本价就的350杂版,很简单, 你换个便宜的车摊,车架材料,再降低,别要求不就行了。 但第一名厂商说,除了来自大厂的分包业务,同时,也有共享单车公司直接填来下单,再过去一千辆车的生产订单,对于王庆驼站的自行车厂家来说就是大单了。 但共享单车这股热潮带来的订单动辄数万,该厂商认为,如潮的大单,并没有给王庆驼的转型带来更多的帮助。 首先共享单车订单的工期要求十分紧张,为了赶量难免有时候无法兼顾稳定的质量。 其次,由于小镇厂商众多,单车公司的不断压价,500元,400元,300元,一些厂子,的单车变得越来越便宜,产品的品质也就不可避免地朝着低端化发展。 单子就在这里,你不做,有的是人去做,单车甩卖,神差厂商互房八全辆单车三车带受狂欢,并没有持续多久。 去年8月以来情况急转直下,上海,北京,黄州,杭州,南京等众多一二线城市,宣布坚持继续投放共享单车,市场上一封顶的效应也在王庆驼镇,及其周围企业迅速扩散。 今年3月,中央环保监督小组的职务政策以及天津各级政府实施散乱企业政治取缔的举措,又给了王庆驼镇的自行车生产企业,零配件厂商,小作帮沉重一击。 天津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今年5月表示,由于设计口漆、喷涂、海间、表年处理等工艺生产的企业的环保问题比较突出,超过半数的该类企业都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造升级。 为了达到目前的环保要求,产业中配套产品和依赖配套生产的整车产品的制造出现了供应链产能严重不足的影响。 受此影响,不少企业产量大幅下滑,甚至面临关停的风险。 没了电单,王庆陀的街边也显有自行车的摆放,但小镇与共享单车仍有一种奇特的关联。 记者了解到,为退出市场的共享单车公司回收,售卖车辆已经在王庆陀形成产业,在一个名为雷格萨斯的自行车门店上。 记者看到200多辆等待维修的共享单车和旁边一堆共享单车的零件。 不过记者了解到,浙江门店还兼职售卖退出市场的共享单车,在已购买共享单车的名义咨询时,店员法先生介绍了目前正在售卖的亏图出行单车,这些都是共享单车公司委托我们卖的,成本价400元不含索,卖给你最低120元。 他说目前手里大概有七八千辆该品牌车辆,还有不少车辆准备从市场里回收,现在王庆陀好几家厂子都在回收共享单车。 观点,忍过黎明前的黑暗,王庆陀还有明天生产商很依赖年,度的订单,由于去年共享单车升行,自行车经销商的订单大幅减少。 王庆陀的小工厂们如今可能处于最困难的阶段,夏季一直都是自行车厂的旺季,每年这个时候,招杰和办公室的同事,都忙到深夜才下班,如今才下午三点,办公室的人都已经无所事事,有的人甚至拿起手机玩起了,决地求生。 如果共享单车没兴起的话,我们的生意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清淡。 中国首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袁刚明认为,虽然如今由于市场、政策原因,王庆陀镇的自行车产业面临困境,但是中国的自行车需求仍在,小镇的自行车产业,作为特色产业,仍然有生存的空间。 小工厂集权的模式也有它市场反应快,容易调整的优点,这从当地的物流快递方面似乎也可以得到应证。 负责王庆陀镇业务的德邦物流程经历告诉记者,王庆陀的自行车经销商,早已流行依靠电商销售车辆,在经历了去年的惨淡后。 今年以来德邦或者斯通尼达这类的业务都有一定的回升,我们比去年回升了10%到20%左右,自行车业务是我们的主要业务板块,能占到80%以上,所以回升的感受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于如今的王庆陀而言,改变仍然是必须的,袁康明认为,即使不是作为高端的自行车品牌,王庆陀镇的小工厂们也应该积极找寻自己的特点,避免通知化竞争。 这样或许未来依然能够有,所作为,新闻链接,小镇层一夜间,链地事前组装工工资,涨一倍从共享单车的诞生到去年4月,共享单车在全国已发展到29个品牌。 投入市场的共享单车总量超过600万辆,共享单车的订单像洪水般涌来,天津有一定规模的自行车企业,除非哥,富士达,艾玛等都参与了共享单车的设计和制造,但这仍然不能满足共享单车公司对自行车的需求。 于是,大量订单飞往王庆驼镇,2017年上半年,根据天津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当时,天津生产了2622万辆自行车,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4%。 住营业务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2.1%,总利润同比增长10.5%,又报道这样形容共享单车风长容的王庆驼。 一夜之间,贬地都是钱,去媒体不完全统计,去年年出自行车厂的组装工月薪,飙升,到4500元每月,这个工资数比2015年涨了近一倍,因为自行车工厂的保安师服用一组数据, 形容,当时王庆驼小站热闹的场面,90%的工厂都在做共享单车,每天的出货量达一万多辆,时任天津市王庆驼自行车商会秘书长兼顺器,将共享单车的到来,成为入行18年来的最大机会,并且相比原来一千辆的订单,共享单车平台动车就给出几万辆的承诺,订单量是暴躁性的,如果您有新闻线索, 欢迎向我,们爆料,已经采纳有费用筹写,爆料微信关注,Is the Spotlight QQ338-640-5712